我們只是往前開 因為要給人家移車 喝了酒的男子駕車 微停在人行道上被警方盤查 還在試圖和遠景辯解 他沒有酒駕 眼前這名31歲的養型男子 還在和警方溝通 沒有想到原先坐在副駕的 21歲離型男子 竟趁機將車開走 事發在24號凌晨4點多 臺中西屯區臺灣大道上 一間酒店前面 遠景看到副駕男子駕車逃逸後 立即派遣人力圍捕 在一小時內 在西屯區龍陽巷中 找到在車上最倒的理型男子 只好破窗將男子拽一下車 男子也承認他剛剛喝酒了 一依法告發 離型男子還在逃逸過程中 查裝到路邊停放的六台機車 後續遠景追查 發現陽性男子酒後駕車 五兆駕駛 被攔查時還拒絕酒冊 違反道路交通管制條例 而離型男子則是同樣 五兆上路加上酒後駕駛並逃逸 除了道交法外 還涉嫌違反公共危險罪 和妨害公務罪 兩名男子不僅要為違法事宜 持賞罰單 還得賠償無辜車輛損失 三連新聞是一會 陽靜台中傳媒報導